等待果然会有收获的 就在刚刚让无数观众们等了好久的古装甜宠剧 祝亲好已经官宣定当了 让小伙伴们心心念念的大橙子终于再度归来 当然也少不要咳嗽爱的元冰岩 现在大可不用叛念了 因为这部剧全程高甜 是一部糖粉爆表的网剧 肯定能收获到你们的芳心 讲的则是古装环境当中 女追男的爆笑爱情故事 这部电视剧是根据网络小说改编而来 进目前的预告片内容来看 祝亲好应该会非常受部分青年观众的喜欢 该剧改编自一人魁魁的小说 《我的锦衣》一位大人 讲述了刁蛮娇汉又霸道的郡主流林 偶遇武功高强的冷静精灵为沈宴 展开花式追逐的故事 在这部剧里 郑夜城可是一位锦衣卫 而袁冰岩则是霸道郡主 郑夜城依然还是那一位正直的男神 只不过袁冰岩却变身成为花痴到追郑夜城 从预告片的内容来看 这部电视剧主打的便是古装填宠环境之下的女追男模式 这样的剧情编排显然是以突出看点为主的 尤其是袁冰岩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上演的花痴模式 估计可以满足不少青年观众的追剧诉求 要说近几年最著名的锦衣卫题材的网剧 自然少不了任佳伦和谭松韵的锦衣之下 几乎可以说是锦衣卫题材的佼佼者 六扇门和锦衣卫的相互配合 难免让观众粉丝们联想到两者将要比下去 砸眼一看郑夜城和任佳伦 还真是不分伯仲 虽然《祝情好》是一部小制作 金飞宣传也不是很到位 但是主演却很有路人员 剧情设计也很受欢迎 相信只要不会过度魔改 应该会有不错的收视 该剧以甜宠纯爱为切入点 将会融入颇具另类的情节设置 与诙谐爆笑的接力气细节 不同维度 不同视角展现主角之间 多样的情感关系而言并演 郑夜城虽是首次搭档 但也极具CP感 一个是霸道郡主 一个是腹黑锦衣卫 两人究竟是怎样走在一起的呢 当时预约接到平台的预约量 就已突破100万 可见实力非凡 但究竟能不能在这个处处 万藏危机的四月 取得好成绩呢 前有特战荣耀后有 且是天下 就连任加伦的蓝燕 突击也在播中 真心希望祝亲好 能杀出重围 感兴趣的你们就肯定不能错过 4月16日开播的 祝亲好 敬请期待